玻利市州务大臣莫哈默·苏克里的儿子莫哈默·沙菲义 因涉嫌伪造身所罪名 于周四早上在家央第一地亭出庭受审 其神秘面纱也因此揭开 35岁的被告于周四早上8时47分 在反贪会官员的陪同下抵达家央第一地亭 画面显示 被告步入法庭时面带微笑 心情似乎未受案件影响 根据控装 被告被指于今年2月19日 在玻利市州秘书处区行政部办事处 向行政助理努鲁·奈比拉 提交一份涉及金额于19505令吉的伪造文件 该文件用于申报向玻利市 拉惹端姑塞希拉组丁在嘉阳端姑法侠医院 提供饮品服务的费用 被告的行为 涉嫌违反2009年大马反贪会694法令 第18条文 并可在第24两条文下被定罪 一旦罪名成立 最高刑罚为监禁20年 并罚款不少于汇金的5倍或1万令吉 以较高者为准 被告在听闻控状后否认有罪 并要求进行审讯 法官最终裁定允许被告以2万令吉及一名本地担保人保释 同时被告必须交出国际护照 并每月一次前往反贪会 家央办事处报道 本案将于6月28日过堂 玻利市州务大臣莫哈默·苏克里表示 其儿子目前只是面临控状 并不代表有罪 一切交由法庭审理 莫哈默·苏克里今早在亚罗塞胡仙国中 接受媒体采访时做出回应 他表示 自己今早未见到儿子 也未与其交谈 对儿子面临的具体控状尚不清楚 一切将交由儿子与其律师处理 他只是被提控 还没被定罪 他住在他的家 我住在我的家 我还没有与他谈话 霹雳州议会反对党领袖拉斯曼 今早被传召至 吉年警局录取口供 为目前尚不清楚其授查原因 拉斯曼在吉年警局前 进行面书直播时表示 自己被传召到警局 接受录取口供 但不知因合适 或因社媒发布的哪则贴文 而被调查 他抨击现今政府 限制人民的言论自由 指出除了种族 宗教和王室三二课题外 政府也不容许任何批评 他在直播中强调 如果我们不能对国家的事情 做出斥责 那么我们不懂可以如何问责 在我完成录取口供程序后 我可能会发布媒体声明 阐明何事被传召 拉斯曼表示 作为马来西亚人 拥有发言权和言论自由 但现今政府 越来越限制人们的言论自由 他呼吁所有乌义 在下届大选中更换政府 以让国家走回正轨 避免情况恶化 并强调乌义必须捍卫宗教 种族和国家 另一方面 匹立总警长 拿督斯里 莫哈默尤斯里 证实拉兹曼被传召 入供一事 莫哈默尤斯里表示 警方目前仍在调查此案 不便透露更多详情 浪中岛夏日海湾度假村 因为申请准证举办沙滩派对 Aloha Party 被登加楼州政府罚款25000令吉 州政府同时下令 该度假村以后不得再举办此类活动 以免违反伊斯兰教义 登加楼旅游、文化、环境及气候变化委员会主席 拿督拉查理·伊德里斯在记者会上表示 州政府已召见该度假村管理层 要求其解释沙滩派对的事情 调查发现 该度假村违反了州政府制定的标准作业程序 礼节及亲善穆斯林政策 拉查理指出 度假村管理层汇报称 他们每年都会举办这项沙滩派对 但从未通知地方政府 导致州政府、地方政府及登加楼旅游局 对此事一无所知 他强调 虽然度假村业者声称这项派对是闭门活动 不对外公开 所以不需要申请准证 但这种说法并不正确 不论是对内或对外的活动 都必须向地方政府申请准证 登加楼政府不曾阻止任何人组织或商业团体在州内举办活动 但主办方必须遵守州政府所制定的条例 并且不违反伊斯兰教义 他补充道 这次浪中岛夏日海湾度假村举办沙滩派对事件是个别案例 其他海岛度假村业者均遵守州政府的条例 没有做出唯利行为 他呼吁其他海岛的度假村业者引以为鉴 遵守州政府的标准作业程序 避免违反侵善穆斯林政策 否则将面临严厉对付 团结政府宣布实施针对性柴油津贴 引发朝野阵营的强烈反应 反对党领袖韩沙赞努丁及乌卿团长阿克马对此提出批评 韩沙赞努丁指责首相安华的宣布过于草率 缺乏具体落实日期和详细机制 未能明确说明如何帮助人民 他质问道 人民想知道柴油价格何时会上涨 他们应如何申请援助 他进一步质疑 当经济部长宣布不再向土著企业家提供津贴时 这是否意味着这些企业家被定义为超级富豪 从而失去津贴资格 韩沙在努丁指出 尽管首相在昨夜的献词中承认人民的生活困境 但他此前承诺在两周内解决人民的生活成本问题 至今未能兑现 同时 他对安华宣称我国经济在今年首季表现令人鼓舞的言论 表示不解 因为今年首季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4.2% 相比2023年同期的5.6%大幅下降 与全球大国及周边邻国的经济增长有所不同 韩沙在努丁在文告中强调 安华的献词只会加深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 历史上许多政府应失去人民信任而垮台 他表示 作为反对党 国盟将继续发挥制衡作用 以造福人民与国家 另一方面 乌卿团长阿克马指出 第六任首相奈及领导的国阵政府早在十年前就提出相关建议 当时却遭到反对党的抨击 他在脸书发文称 尽管当时在野党反对 纳吉依旧看到了实施针对性补贴的重要性 阿克马表示 如今已经成为政府一份子 或者依旧是在野党的人 当时并不支持这项建议 感谢纳吉在十年前就已如此有远见 他强调 我们全力支持政府落实柴油针对性补贴措施 优先考虑有需要的群体 就像国阵政府2014年所做的那样 前首相敦马哈迪 批评现任首相安华打压公众讨论关于种族 宗教和王室三儿敏感课题 指责安华在任期内未能包容三儿敏感课题的公开讨论 并称警方威胁对涉及这些课题的人采取行动 导致问题更加恶化 马哈迪在前首相署部长在以伊布拉辛主持的播客中表示 我们根本不能谈论三二 如果大声说出来 警察就会逮捕你 他们可以采取行动 给那些谈论三二的人戴上手铐 此外 马哈迪还批评安华 在出访期间经常宣布对马来西亚的重大投资 但这些投资并未转化为人民的实际利益 也没有对国家经济产生明显影响 他表示 当他出访时 据称吸引了数十亿令吉的投资 如果他真的吸引了数十亿令吉的投资 马来西亚现在已经是一个发达国家了 马哈迪指出 如果这些投资是真实的 应该会带来大量就业机会和税收 政府也会因此变得富有 然而 他质疑这些投资 只是停留在宣布和签署谅解备忘录阶段 而未能落实为实际投资 雪州总警长拿督胡申证实 警方传召雪州反对党领袖阿兹敏 是为了协助调查雪州发展机构 PKNS机密文件泄露案 与对方早前的说法有所出入 胡申指出 警方确实传召阿兹敏到沙南警区总部入供 协助调查一起 涉及雪州发展机构官员的案件 该官员早前向警方报案 称公司机密文件被泄露 一些不实的公司财务和投资决策 被向公众披露 胡申澄清 此次传召与阿兹敏于2月28日 在雪州议会所发表的言论无关 他强调 警方的入供是要他协助调查 一宗涉及刑事法典 第203A条文的案件 及泄露资料 在谈及雪州发展机构案件时 胡申透露 自3月14日接到官员报案后 警方已展开调查 并传召15名证人入供 其中包括阿兹敏 他呼吁公众不要对此案 做出不实揣测 等待警方的调查报告完成 首相安华昨日抵达日本 展开为期三天的工作访问 他今日出席第29届日经论坛亚洲的 未来国际研讨会 并在会上发表演说 强调马来西亚作为安全投资 目的地的地位依然稳固 安华在演讲中指出 随着全球紧张局势的加剧 尤其是在芯片领域的贸易限制收紧 全球投资者正寻求一个安全的避风港 他表示 我敢说 大马符合这一要求 而这归功于我们稳定且熟练的劳动力 以及地缘政治与经济方面的不结盟政策 他进一步提到 大马在制造业拥有强大且成熟的基础 尤其是在全球电子电器领域 是全球第六大半导体出口国 安华强调 大马充满活力的半导体行业 巩固了我们在制造 贸易 创新中的可靠区域合作伙伴角色 安华还指出 我国着眼于未来 关注晶圆制造 集成电路设计 先进封装等前端活动 他表示 数字就是最好的证明 作为大马半导体中心的槟城 在2023年吸引了13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 超过了前七年的总和 他呼吁国际投资者把目光投向大马 利用我国载半导体和制造业的强大优势 共同推动经济增长